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Unique Toys R03 DRAK GOOM 那我手上這款它是測屏件它沒有包裝也沒有說明書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它的配件 首先它有附帶一把大刀又或者是戰斧 這把大刀呢整體有一個金屬的質感那在局部的細節有金色的塗裝兩面都有 載具形態它也是有一個收納的位置 沒有說明書呢我就只能用拆的 這邊有個洞 這邊有個凸 那這個砲呢也是安裝上去的 打起來先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砲它是可以安裝電池的在下面這邊它有一個安裝電池的位置 但是我手頭上沒有適合的電池 我也不知道它是安裝什麼型號的 開關的話就是在下面這邊這邊有個按鈕 那如果你裝了電池這個砲就可以發光了 造型細節刻畫來說看起來是還OK的我是覺得Unique Toys它們的細節刻畫 是可以再多一些的 局部有些金色的塗裝 後面有一個金屬的鏈子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凸 載具形態之下如果你不安裝這個砲的話 看起來就沒有那麼的美觀喔這邊缺了一塊的感覺 那砲的下面呢有一個長的跟一個短的凸 用長的這個把它凸進去 凸進去呢 嗯欸夢還蠻緊的蠻舒服的 如果你想要的話你也是可以把它翹起來喔看你的心情如何 這把大刀呢對就是安裝在這個地方它上面有個凸 所以說在載具形態呢你也是可以把它收在飛機的上面 好那這個武器就像這個樣子叫它滾到旁邊去 接下來它還有附帶一個盾牌 這個盾牌呢一樣有一種金屬的質感 那局部有金色的塗裝 對面來說這邊有一個凸 載具形態我不太知道要安裝在什麼地方喔 原本是想說屁股這邊好像可以安裝 不過呢我不知道喔沒有說明書沒有找到洞 那也不是那麼的重要啦那也把它疊到百分之下 這一款由Unique Toys所出品的R03 其實就是電影最終騎士的Megatron 那愛於版權它不能夠叫做Megatron所以取了一個叫做DRAGOON 載具形態非常的霸氣 與電影裡面的形象也可以說是非常的接近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雞頭 嗯這個雞頭看起來蠻好吃的 前面有使用金屬部件摸起來冰冰涼涼的 上面細節刻畫看起來是還普通 並不是說非常非常的細膩 那在局部呢有些金色古銅色的點綴 駕駛艙是可以打開來的喔 打開來裡面有一點點的細節刻畫 那在後面這邊呢有一些賽博坦的文字喔 有些細節這邊有一些古銅色的塗裝 噴射引擎呢也有這種古銅色的塗裝 翅膀有一條金色點綴 那看到載具的後面呢 這個東西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收在哪裡 這邊有兩個類似噴射引擎的東西 肌尾的部份也有塗裝點綴 那以整個載具來說呢 後面這個地方就是關節暴露是最不好看的一個面 把它翻過來看喔 這個飛機真的很大一台 下面這個起落架是金屬部件 然後在這邊呢稍微有一點空洞吧 其他的看起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載具形態來說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霸氣喔 超大的 大概比我短個一公分而已 這個絕對是超過鄉民的尺寸喔 那在這個形態之下呢我覺得缺點來說並不多喔 它整體的一體性是還不錯的 並不會有一個鬆鬆閃閃的現象 然後它前面有設計起落架 比較可惜的就是後面沒有 不過這個飛機也是可以非常平穩的放在桌面上是沒有問題的 駕駛艙可以打開這一點來說是還蠻加分的 那如果要挑缺點的話可能就是細節刻畫我覺得可以再更細膩一點 然後在駕駛艙的部位呢少了這個塗裝 希望大貨的時候可以再補上這個駕駛艙的這個顏色 其餘來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無論從哪個面來看呢整體的完成度都算非常的高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官方Leader Class的Megatron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 各位這個Leader Class的Megatron載具形態已經夠大了吧 那UT的這款在旁邊簡直就是大上了一截喔 無論是整個份量長度各方面來說 都是比官方的這個再大上的一個尺寸 把它兩台疊在一起喔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兩台疊在一起喔差別就是這麼大 這個就像說在看影片的呢你們就是官方Leader Class 那我呢則是UT的尺寸 那我是說手肘啦 那官方這個機頭蠻討厭的一直彈開齁 它的它的那個頭會分岔 欸你看 好不管 那它的大小比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這個玩具非常的大一台 那在鏡頭前面操作不是那麼的好操作 所以各位要稍微見諒一下 把這個砲拔起來丟到旁邊去 起落架把它收進去 接下來我們先來變機頭可以把它的駕駛艙先打開來 側面這邊有一個卡扣要把這個卡扣給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接下來上面這兩塊金色的東西呢這個也是把它鬆開來 這個會形成它的裙甲 然後把它整個的翻180度到底面來 可以先把這個肩膀這塊部件呢先把這塊東西把它翻到外面來 然後這邊是一個球形關節可以把它先移到不礙事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轉過來 接下來各位可以看到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有兩根金屬部件 那它是有一個滑軌的要把這個滑軌滑到下面去 這邊把它打開來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已經滑下來了 另外一個呢這邊要把它滑到下面來 滑下來之後就可以把它往旁邊放過去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放到下面來 裙甲的這塊部件呢把這一塊折進去 然後把上面這塊金色的部件收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把這個折起來再把這一塊收起來 然後裙甲呢先把它擺到旁邊去不礙事的位置 接下來在機頭的部份呢先把它抬起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就可以把它旁邊這一塊 把這個卡扣給鬆開來 然後就可以把它的機頭旋轉180度收到裡面去 這個是金屬部件再把它蓋起來 胸口是可以把它分開的 那這個密合度非常的好一開始我找不到位置 把它從這邊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就可以把這個起落架把它翻180度 然後把它的機頭往內收進去 駕駛艙呢則是把它蓋到這個地方 再把這一塊蓋起來另外一塊也把它蓋回去 接下來把它翻到底盤這邊身體就可以把它折過來 駕駛艙把它蓋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東西呢還不要扣起來這是它胸口的東西 現在這個裙甲會有一點阻礙 其實是可以把它身體塞進去的 但是待會待會我們再來處理 接下來我們來變它翅膀的部份 翅膀在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對折 另外這一片呢把它翻轉180度 這一片把它收進去裡面 把它壓進去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泡 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 鬆開之後在這邊 這邊還有一個卡扣 這卡扣也把它鬆開來 然後它的手就是收在機尾這個地方 把它翻到另外一面來看的話 這邊有一塊面板要把它打開來 把卡扣鬆開 然後就可以把它的手從裡面 抽到外面來 這邊有一個關節把它轉正 然後把它的手可以先把它拉直 這一管砲把它收起來 上面這塊東西呢可以先把它抬起來 叫它滾到旁邊去 不要在這邊礙事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上面這片東西呢 繞過這個東西 把它的腳給抽到外面來 這東西就直接的把它往外拉 拉拉拉 就是這樣子 拉出來之後可以看到它的腳呈現三片 這個翅膀要收到腳的裡面去 所以這個翅膀呢要把它轉到這個裡面去 這邊有一個缺口剛好可以把這個翅膀塞進去 然後這塊東西 把這邊打開來這邊蓋過去 這裡有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然後再把它整個的往下放 接下來就可以把這一片 把它旋轉到這個位置 符合的位置 然後它的腳 這邊有一塊關節是要把它轉過來的 這個東西呢稍微避開一些部件把它轉過來 然後把它扣起來 上面這塊東西呢在這邊把它做一個折疊 然後把它旋轉180度 翅膀把它收進去 然後再把這整塊呢把它旋轉180度 這邊避開一些部件把它旋轉180度 這個如果看這樣子可能會覺得還蠻難變的 但是變過幾次呢就會比較熟悉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把它大腿的部份呢把它蓋起來 把它扣起來 兩隻手連同頭部呢其實就可以把它移開了 但是我另外一隻手還沒鬆開 先把另外一隻手把它鬆開來 這隻手其實就可以把它整個呢把它移上來 接下來腳在這邊有一個金屬部件 這邊有個凸要扣到這邊有個洞 這個是膝蓋的位置把它扣進去 扣進去之後呢稍微的調整一下 腳底的部份呢它的腳掌是在這個地方 把它轉到正面 然後把它往這邊蓋下來 這一塊東西把它分開來 然後把它旋轉到這個位置 在這邊有個凸對應洞把它扣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把它旋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的卡扣給扣起來 稍微的把它調整一下 那它的一隻腳基本上就變形完成了 把它轉到這個面的話可以把它移到這個位置 這邊把它打開來這個還有它一個褲襠要從這邊翻出來 我們先把另外一邊也把它變好 把這個卡扣給鬆開 然後在下面這邊還有一個卡扣也把它鬆開來 翅膀把它收起來這一片把它翻過來這一邊 這一片再把它折過來 那有時候會遇到一些部件干涉要稍微避開來 接下來就可以把它的腳整個的往外抽 然後這個前面金色這一塊呢記得要把它旋轉 然後這個很緊 要把這個旋轉到這邊 這邊剛好翅膀會收到這個金色的這個裡面去 然後再把上面這一片呢也把它轉到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你熟悉它的位置的話就不會那麼的困難 這一片把它收起來 然後再把它腳正面的這一塊把它蓋過來扣起來 那這個關節密合度都非常不錯喔 腳底板這塊東西把它打開來 然後把它旋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把它扣進去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接下來就是把它大腿這一塊 把這一塊先收起來 然後大安獨的旋轉180度 接下來再把大塊的這塊整個的也旋轉180度 然後把它扣起來 膝蓋這邊有一個卡扣記得要把它扣到這個裡面去 然後接下來它的這個屁簾喔是繞到前面來要把這個翻到後面去 把它移到兩腿的後面兩隻腳就可以把它放下來 那這個腳轉錯方向要轉到這邊來 如此一來它的一雙腳就完成了 裙甲可以把它往下放 那這個腳部的變形過程呢可以說是比較繁瑣 但是摸過幾次之後就是還OK了 記住它的位置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它的上半身 首先就是把這個裙甲把它往下放 這個是有彈簧的 然後就是剛才胸口這一塊呢 可以避開這個裙甲 可以把它往下放下來 接下來就還蠻簡單的 再來就是把它的頭這個移過來 這塊蓋下來 這邊還蠻巧妙的 就是它這個駕駛艙是可以穿過頭這邊有一個空隙 所以這個頭呢 這一片要把它翻過來 要稍微對準一下位置 那手如果礙事的話就把它移到旁邊去 另外一隻手也是一樣先把它移開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頭 把這一塊東西呢放過來 然後再把它穿過來 整個胸口就整個收進去喔 然後把它蓋一下就可以了 這邊其實還蠻好變形的 頭把它旋轉180度 旋轉180度之後呢在脖子裡面有一個關節要把它往前推 把它推到前面來 那這個稍微花一點力氣把它推到前面喔 變成載具的時候是往後推 接下來就是可以把它的手擺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這個手把它往下放 然後這個肩甲呢把它轉到 轉到這個位置 拳頭可以把它打開來 手指頭稍微的調整一下 另外一隻手也是一樣把它放下來 肩甲稍微的給它調整一下 如此一來它的正面基本上已經差不多全部都變形完成 接下來我們翻到後面來 後面這個屁簾把它稍微往上喔 蓋住它的屁股 然後背後這塊東西呢 它裡面這邊有兩塊部件要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就可以把它蓋上去 把它扣起來 稍微的壓一下 最後拿出它的手砲它最愛的手砲 沒有了這個東西它就不能打手砲了 手砲裡面有凸 用短的那個凸把它嘟到它的手上去 那它手上這個洞還蠻緊的 喔喔喔喔喔喔 蠻舒服的喔 後面這個鏈子呢在肩膀這邊有個洞 有凸有洞怎麼辦 就把它嘟進去 嘟嘟嘟嘟嘟嘟用力的給它嘟 好 嘟進去了 最後稍微的給它調整一下 那它從載具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過程 就這樣大功告成啦 在變為人型之後 Oh my god 我的老天兒 我的媽媽咪啊 簡直就像從電影裡面走出來一樣 那UniqueToy最讓我佩服的一點 就是它連背後的設計也收的非常的乾淨 非常漂亮 如果不說它是一個可以變形的玩具的話 真的是看不太出來喔 這個擬人化的造型營造的非常成功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現在我做的是這個戰鬥面具的版本 那上面呢有一些紅色金色的點綴 造型來說細節刻畫我覺得都少了一點喔 UniqueToy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會把一些細節畫成一些大塊狀 那這兩邊這個獠牙是可以把它打開來的 這個呢臉它也是有一個變形的機制 它天靈蓋是可以把它往上拉 然後這個中間這個臉它是可以單獨的旋轉180度 這邊把它旋轉180度 那可能會遇到一些乾涉 胸口可以把它稍微打開來一點 把它的臉旋轉180度 然後再把它的天靈蓋給蓋回去 如此一來它就可以換成這個肉嘴的版本 我個人來說我是比較喜歡剛才那個戰鬥面具的版本 看起來比較兇 那看起來呢其實也非常像奧創喔 所以這個玩具你要把它取名叫做奧創也是可以的喔 復仇者聯盟 接下來看到胸口 這個騎士的造型營造的非常不錯 機頭整個收到胸部裡面去 收納的非常乾淨 它肩膀兩邊是不規則的造型 手臂來說也沒什麼問題 另外一隻手安裝上這個砲之後呢 是更加還原電影裡面的形象 那它也非常貼心的附了這個鐵鏈 這個造型上也是更加還原的 然後看到下半身這個裙甲是一個軟膠件 它是可以活動的 側裙這邊是有一個彈簧 所以它有一點彈簧的機制在裡面 然後腳部呢這個騎士的造型也是做的非常的完整 無論從哪一個面來看呢看起來都是相當不錯 看到人物的後面 這個也是這款玩具的一大亮點 一般來說這些變形金剛的玩具呢 都會選擇把一些零件放在背後 但是UniqueToy呢它不只正面思考 它還背面思考 所以它的背其實做的都是非常美形 然後還有一些造型 細節刻畫跟塗裝看起來非常正點 可動性方面 頭可以往上往下旋轉沒有問題 肩甲這邊裡面有一個關節可以把它往上 然後這個裡面還有一個球形關節 手臂的話這邊有一個往裡往外 然後360度沒有問題 平舉可以抬到這麼高的程度是一個齒輪關節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也是齒輪關節大概可以彎到90度 拳頭可以旋轉 大拇指有一個球形關節然後還有一個指節 食指可以單獨活動有兩個指節 然後後面的三指則是一起活動 也是有兩個指節的 腰是有腰轉的 側旋這些都是可以活動的 腳往前踢的話大概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大概可以踢到這個程度 往外的話也可以到達快要踢腿的程度 大腿可以旋轉 膝蓋彎曲可以彎到這麼大的幅度 腳底還有一個接地的關節 它所附帶的武器這個差點被我丟掉的大刀 在握柄有個凸你可以把它握在手上 或者是你可以像電影裡面一樣放在它的背後 在背後這邊有兩個凸 看你愛督哪一個你就督哪一個 那我們督這個來看一下 嗯督在這邊好像還OK喔 所以你是可以把它的大刀收納在它的背後 它所附帶的盾牌一樣有個凸 手臂都有洞 你也可以把這個盾牌安裝在手上 那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安裝在手上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在人形之下它的造型我覺得做的是非常不錯的齁 完全把電影裡面這種騎士的風格表現得淋漓盡致 那如果真的要挑一些缺點的話 就是Unique Toys齁像我前面有講 它的細節刻畫並不是說到非常非常的細膩 許多地方它是用筷狀處理的 不過呢我覺得已經是瑕不掩喻了 這個設計來說我覺得是非常正點非常漂亮 也可以說是黑魔法 再來就是它的一體性可動性都是表現得不錯 然後這些關節卡扣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是側瓶件呢完整度已經算是非常高了 而且在經過我盲辯這些零件也都沒有出現損壞的現象 所以我覺得這個玩具整體評價來說我覺得是蠻高的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先拿出官方的Megatron 所以來比較一下 各位客觀您看看啊 這個身高簡直就是以大欺小 官方的Leader Class在旁邊居然只照它的腰部而已 那這兩款玩具它所面對的市場以及客群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這些差距也是還蠻理所當然的 給各位看一下它們的比例大小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Unique Toys的騎士柯博文出來比較一下 這邊我拿出紫色的版本 那擺在一起來說的話這個Megatron也是高尚了一大截 所以這個玩具整體的尺寸實在是非常巨大 非常非常的有份量感 至於這個電影中比例大小我不是說那麼的清楚 我只知道這個Megatron的確是比我們大哥再高大一些的 這一款Unique Toys R03 Dragoon 首先在尺寸上就非常的霸氣 那網路上也有許多它與第三方雕像等級的玩具對比的圖片 以一個可以變形的玩具來說 我覺得設計的已經是非常非常用心也非常優秀了 無論是造型變形過程以及把玩的手感 都達到絕佳的平衡 也非常佩服Unique Toys 把電影裡這種看似不可能的變形過程 幻化成現實 那今天這款Unique Toys R03 Dragoon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